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柯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其实人体每天摄取的营养素 也不能少掉油脂 那其中鱼油也是非常好的油脂来源 所以师傅今天要来烧鱼 今天要做的是黑胡椒鲜菇烧石斑 对 我今天做的是龙胆石斑 龙胆石斑它是怎么讲 就是我们这边很好的一个养殖的鱼类 好 这个主菜是这个石斑 龙胆石斑 对 可是配菜也很丰富 三种菇类一起 三种菇类 你看金针菇 香菇 杏鲍菇 那这个洋葱跟花椰菜 对 那我们这边平底锅 这边放一点油进来以后 那我这个龙胆石斑呢 我用一点点米酒 盐巴 胡椒 稍微腌制一下 然后上面拍一点点那个干燥的面粉 那这一般就是中筋面粉 我用中筋面粉 稍微咽一下 对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皮朝下 皮朝下先放进来去煎它 那这个做法如果没有龙胆石斑 如果改比方说鲁鱼啊 其他鱼片你会可以吗 都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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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们主要是鱼油嘛 当然我们鱼油成分含量高的都可以 那我是刚好买到龙胆石斑 所以我就用龙胆石斑来做 好 那一样哦 愉快哦 这个腌制 然后让它煎的焦香 对 稍微煎一下 因为你煎一下 等一下去炒它 比较不会变形 那我们用中火去煎它 然后另外这一锅呢 我们开始就是爆香一些 蒜头进来 蒜末 对 这一锅呢 主要就是有一点像那个 铁板烧的那种做法 去炒那个菌菇类的做法 我们先把这个蒜头先炒香它 然后洋葱 洋葱进来 洋葱进来 稍微给它爆香炒一下 然后记得这个是 先放黑胡椒颗粒 我们要在爆香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黑胡椒也一起放进来爆香 其实现在因为那个蒜末爆香 所以其实是很有蒜香了 对 这样的话 然后洋葱跟黑胡椒这里也让它炒香 对 这样的话就有点像 是我们在吃那个 铁板烧 铁板烧的那样的做法 然后这边再把这些菇类加进来 这是新鲜的香菇 金针菇 杏鲍菇都一起炒 对 然后杏鲍菇 先给它炒一下 这些东西已经炒的时候 等一下它会慢慢出水 所以我们的水量 就不需要加到那么多 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很像 黑胡椒炒菇 是 把这个鱼翻面一下 这鱼稍微翻个面 鱼在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尽量少动它 这个鱼就会越完整 对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另外的菇 这个金针菇放进来 金针菇放进来 然后先我们不加水 我们加米酒 好 多量的米酒 米酒放进来稍微炕香一下 好 把那个香气给它爆出来 然后这时候这个菇我们的爆香过程就够了 对 我们再把这个鱼放上来 鱼放进来 然后把这些花椰菜 好 这时候把它一起放进来 这有一点像大陆的那种干烧的那种做法 就是我们的水分只有刚刚那一点酒而已 然后趁着那一点酒 跟这些菇类 然后用焖的方式把它焖熟 我们柯师傅这一锅也焖好了 好 我们看旁边开始冒烟 我都差不多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把 好香喔 对对对 所以难怪刚刚那个黑胡椒要下手 对 要先下 黑胡椒要先下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香气才会跟铁板烧一样那么好吃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 我准备一些红色的辣椒片 把那个纸都去掉了 然后再加上盐 放上一些的盐 这个时候才调味盐吧 对对对 起锅以前我们再放一些盐来调味 因为我那个鱼有有经过调味 所以所以那个盐的量不要放太多 然后淋上一点芝麻油 然后再把香菜放进去 这样就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喔 两管吃饭这个本身价值又高 然后其实好好煮 它其实是又Q弹 然后又非常的鲜美 那不过吃鱼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 像我个人 你刚才讲的东西我都吃了 什么猪脚 肥肉 蹄棒都吃 可是我血脂好像很漂亮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在混食研究里面 发现说 如果你这一餐单只吃红肉 比如说你吃猪肉牛肉 吃完你看到胆固醇高 坏胆固醇高 可是你这餐都混食了 猪肉牛肉 加上什么鱼肉的话 通常看不到那个胆固醇升高的现象 这个鱼肉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